程明安是我的初恋,大概在高中的时候,看到一群人打球,其中一个男生个子高高的,长得特别好看,于是脸红心跳暗恋上了。 我喜欢程明安的原因特别俗,他长得帅,而我恰好是眼狗,就这么简单,高中时期的程明安,家里条件不错,父母做些小生意,叔叔也是体制内的小领导。 在当地有着不小的能量,他本人长得又高又帅,哪怕天天摆着一副苦大仇身,谁惹我我就打谁的脸,不讲礼貌,打架斗殴,也是众女生的幻想对象,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偶像剧男主。 当年被偶像剧和言情小说图读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止地位长相行为像言情剧的男主,就连喜好也是一样的。 鸟都不鸟我这样长相气质俱佳的富家女,反而喜欢上了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周立青,周立青如同山菜一样,留着一头黑长植,穿着棉麻裙子,皮肤白净,笑容纯洁,他不像我们一样捧着程明安,反而不假词色, 向躲出于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很快吸引程明安的注意,他们谈恋爱轰轰烈烈,而我只能在旁边默默观看,高三那年,程明安的叔叔出事了,连带着他们家生意也被查,很快陷入麻烦,程明安身边的追求者和兄弟坐鸟受散,也不知程明安和周立青怎么谈的, 两人高考前分手,周立青去北京读大学,程明安一气之下去了深圳,号称要和周立青一南一北,永不相见,我知道程明安的志愿,毫不犹豫地跟他报了同一所大学,结果他没考上,进了深圳的一所普通本科, 我却顺利地进入了程明安理想中的那所大学,然后,我鼓起勇气约他见面,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彼此,他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程明安身边的朋友都离开了他, 我却依旧留在他身边,他很感动,于是某周末一起吃饭,他感动下就喊我牵牵兄弟,我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只能认下这个兄弟,当一只舔狗是什么感觉呢? 大概就是每个周末跨越半个城市,约兄弟玩,带他买衣服球鞋,给他买新款的苹果,维持他身为大少爷的体面,不让周围的人看清他,甚至为了他的面子,我还得想尽办法小心维持他的自尊心, 我也从不觉得为程明安花钱,就是我爱他的证明,我爱他的证明是,愿意跨越半个城市见他,愿意花心思选礼物,愿意维持他的体面,愿意默默陪伴,愿意陪他说话,愿意维护他的自尊心,就这样到了大二,我依旧只是程明安的兄弟, 然后某天程明安和我说,千千,轻轻来找我了,指这一句话,我就明白他们要复合,程明安说,他是我的初恋,我忘不了,初恋的力量太强大,我理解,于是我点头,祝你们幸福,此后,我再也没找过程明安,不过半个月,程明安最久给我电话,千千,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了, 我难过地反问,如果你真想见我,为什么不来找我呢,这么长时间,都是我去找他,他来找我的次数寥寥无几,他尴尬地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怕轻轻误会,我说,对,我不联系你,也是怕周立青误会,程明安说,可是,我们不是好兄弟吗,我都要气笑了,程明安,是你真傻,还是假装不知道啊, 挂了他的电话,将他的号码微信拉黑,他在床上大哭一场,消沉的那段时间,都是闺蜜们陪着我,说是因为我男人见得少,才会做田狗,要带我去联谊,我没去,一年后的某个炎热日子,程明安到我学校找我,说是和周立青分手了,我们可以继续做快乐的兄弟, 我很生气,在心里骂他是混蛋,可我更生气的是,我竟然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从兄弟转正的时间,要从毕业后说起,我和程明安都不是科研型人才,不准备考研,准备回家继承家业, 于是回到C城,周立青也回来了,他又找程明安复合,当得知我和程明安一直在一起时,特意请我和程明安吃饭,要感谢我,听说我们要继承家业,周立青轻轻叹气,真羡慕你们呢,我还得读研究生呢,他的闺蜜说道, 轻轻,你是X大的研究生,完全凭借自己的才智能力走到今天,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怎么能妄自菲薄呢,程明安听说他考上X大研究生,眼睛发亮,轻轻,你真考上了,周立青不好意思地点头,他的闺蜜又开始巴拉巴拉周立青如何努力,如何勤奋,又是如何有才, 总之,周立青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个人非常优秀,我从小就明白,只有自己挣来的东西才有意义,我是事业型女生,最看重的就是勤奋和努力,周立青可爱地吐了吐舌头,周立青和闺蜜的一唱一和把我衬托得像个不上进,毫无用处地废物顽固,程明安听不出来, 我却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恶意,程明安还转头对我说,千千,你也要向清清学习,勤奋上进,望着她的眼睛,我突然想起她曾说,她当初喜欢周立青,就是因为她不像别的女生那般贪图享乐,生病了一个人去医院,家里条件不好,就不追求物质,感冒发烧,也要好好学习, 我想说,我生病了,也可以一个人去医院,奈何我朋友多非要陪我,我考的深圳大学,也并不差,我也没有贪图享乐,家里有钱又不是我的错,家里有钱自然要给我好的,我为什么要犯贱去过清廷生活呢? 不,我就不勤奋上进,我当场对她,凭什么一定要勤奋上进呢?我就想躺平吃老本,惹到谁了吗? 我很讨厌周立青那副家平奋斗花的嘴脸,从高中开始就标榜自己努力奋斗,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活像穷人都在奋斗。 父家子弟都不勤奋不上进,我想对成傻瓜说,你醒醒,真正的奋斗穷困女生,在高中里有很多,她们穿着校服,不会像周立青一样,变招法而打扮。 她那些所谓的不装扮素颜,实际上也是上了装的,真正想靠自己的奋斗女生,可能戴着厚眼镜,每天刷题学习,根本不会从你面前一次次路过,引起你的注意。 但我知道成明安不会听,你们都爱奋斗,你们聊,我走了,说完我就离开包间,拉黑成明安所有联系方式,彻底死心。 我已经等了她几年,高中生时期喜欢她是幼稚,现在还喜欢她,叫没脑子,她和周立青纷纷纷和和折腾去。 我累了,不想再插进去。 再次听到成明安的消息是一个月后,据说周立青回北京奋斗去了,成明安留在C城,她来找过我,我没理她,然后她就开始疯狂追求我。 她说这么多年,直到我离开才发现我才是最好的。 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因为等这句话等得太久。 但神奇的是我并没有特别高兴,就好像爱意在多年的磨损中已经消失无踪,那天我躺在床上一夜,思考为何自己没有想象中那般激动。 后来我得出原因,我对她的爱,可能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执念,因为容貌而产生的爱情能有多深刻呢? 后面的念念不忘,不过是没有得到的一种补偿心理,加上几年的付出。 就特别想要得到回报,思路清晰起来后,我对她的态度变得十分冷漠。 越是如此,成明安反而对我越好,送花送礼物,每天嘘寒问暖。 我依旧不为所动,直到有次去西藏自驾车旅行,成明安也尾随而至,在路上遇到了山体滑坡。 我差点死在泥石流里,我很害怕,昏昏沉沉间,听到成明安叫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以往的种种回忆又浮上心头。 在当地医院内那几天,成明安跑前跑后照顾我,下巴长满胡须,憔悴地让人心疼。 我被彻底打动,摸着她的脸说,成明安,我爱你。 她握住我的手,眸光明亮。 芊芊,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我用力地点头,此后我们谈起了恋爱,而且感情非常好。 成明安的家族经过几年的低谷期,借着政策的东风,又一次起来了。 周立青似乎从我们的世界彻底消失,原本我和成明安在一起,她的爸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后来家族重新崛起后,就不太看得上我,这次成明安坚定地站在我身边,要和我携手走下去。 她说,我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陪伴她,发达了一辈子都不会抛弃我,此生非我不娶。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就这样再拉扯了一年后订婚,又在我二十五岁那年结婚,为了融入他们家,我几乎有求必应。 无论婆婆如何刁难,都忍气吞声,记得刚去的时候,婆婆给我下马威,让我把家里从头到尾,彻底地打扫一遍。 我从小也是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可为了讨好婆婆,那天我一个人,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 可但婆婆脸色并没有变好,她依旧瞧不上我,我只能更加努力,任何事情都力求做到完美,让人挑不出毛病。 因为我不想让程明安为难,程明安说到做到,疼我爱我,婆婆做得过分了,她也会和她吵架。 对于我家的事情,能帮上忙的,程明安也都尽力帮忙。 婆婆给我下马威的事情被程明安知道之后,她在饭桌上发了火,差点把桌子都掀翻了。 从此婆婆收敛了许多,磨合了大半年,家里渐渐平静下来,我和婆婆井水不放河水,她也勉强认可了我这个儿媳妇,一切都向好。 可一年后,我的肚子没动静,婆婆又开始白脸色了,我们说再等等,年轻不着急,结果又过一年,还是没动静。 我自己也开始忐忑,现在这世道,生不出孩子,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女人有问题,刚好我月经不太准,婆婆逼着我看了很多中医,吃了很多中药,依然没有下文。 她的话越来越难听,她学聪明了,并不再直接骂我或者是针对我。 但话里的疾风,无疑不值针对我的,小区里,她跟人闲聊的时候,话里话外总是暗示我不好,不孝顺,闹得整个小区都知道成家娶了个懒媳妇,还喜欢在丈夫和婆婆之间搬弄是非。 挑拨他们的母子关系,那段时间,我总是收到很多白眼,在婆婆的抹黑下,我被小区的人指着点点,家里也不是能让人放松的地方。 吃饭聊天的时候,不管原来的话题是什么,婆婆最后总能谈到孩子的问题,说谁谁谁二胎都生了,还是个大胖小子。 后来,婆婆在家,干脆什么也不做了,我每天不但要上班,回家后还要收拾卫生,洗衣做饭,结婚前,我从来没有做过饭。 婚后,婆婆想要为难我,但那时,成名安还狠护着我,后来我们各退一步,我平时也要收拾卫生,但做饭却是婆婆来,让一个从没做过饭的人做饭,不好吃也是正常的。 公公和成名安被婆婆伺候惯了,不习惯我做的菜,默认了婆婆的打压。 无奈之下,我咬牙去报厨艺培训班,老实说我很有天赋,把厨艺练得很好,这下以为他们不该挑剔吧,结果他们依旧不高兴。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不是对我做菜有意见,而是对我本人有意见,大概是等级了。 过了一段时间,成名安说,千千,你去做个全面检查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第二天就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开了很多检查,一查就查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我有巧克力囊肿,比如说我有个免疫因子是阳性。 医生说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怀孕,她也没说这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成名安的脸色变了,婆婆知道后,对我更不客气了,之前只是猜测。 没有证据,她已经在处处为难我了,现在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的身体真的有问题,她连脸面都不给我留,骂得十分难听,其中一句高频语句,不下蛋的母鸡。 这一次,成名安保持沉默,没有帮我,我特别惶恐,也特别内疚,似乎我生不出孩子就是欠了他们的,现在想想,我跟成名安之间的感情,在那段时间里慢慢变质,可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在婆婆长期的打压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也认为,不生孩子就是我的错,是我拖累了成名安。 后来,我在家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就因为没孩子,没有底气,婆婆开始指桑骂怀,甚至直接告诉我,要么我离婚,要么让外面的女人生,很直白,很羞辱的恐吓,长期的压力,让我开始失眠。 我心里有很多委屈,却不知道向谁诉说,只能一个人默默流泪,也是那时候,成名安开始频繁出差,经常不回家。 留我和婆婆朝夕相对,为了更方便调养身体,我把工作辞了,不死心地开始跑医院。 有的医生说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有的医生却说并不严重,每一个医生的说法都不一样。 后来,我去了上海,挂权威医生诊断,医生告诉我不用着急,我遇到的这些问题,很多女人都有,但她们都正常怀孕了,十个女人五个囊肿,如果巧克力囊肿全都不能怀孕的话,那这世上一半的女人都不能怀。 关于指标,检查项目开得越多,出现问题的概率越大,但凡是个人,做上许多检查,总有一两样要呈阳性或者偏高,其实如果不是特别关键的指标,根本不用在意。 她问我,你老公做检查了吗?我说,没有。 她说,可以让她做一下检查,回到C城,我选了个时机让程明安去检查,程明安脸色铁青,你在怀疑我,然后摔门而去,几天没回家,动静闹得很大。 隔天我听到婆婆给人打电话,说我毛病,一堆生不出孩子,想怪到别人头上,我知道她是故意让我听到,我又感觉自己做错了事,那种有苦说不出,只能自己默默忍受的憋屈滋味,真的很难受。 也是那段时间,我了解到,这个世界对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有多大的恶意,只要你生不出孩子,感情深厚的丈夫也会翻脸无情,她能找出各种理由挑你的次,婆婆公公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回到娘家,亲生父母也只是一味劝我忍让,觉得都是我不能生的错。 原来在世人眼中,女人就是生孩子的工具啊,所谓的感情,在不能生孩子面前,不值一提,我只能默默忍受来自周围的恶意,因为哪怕我只是抱怨一句,程明安都说她工作很忙很累,不要在家闹,不要一直拿这些小事去烦她。 我才知道,原来我遭受的这些委屈,在程明安的眼里只是小事。 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很庆幸,当时我选择了爆发,而没有一直默默忍受,最终我忍受不了那种冷漠的生活。 向程明安提出,要么做检查共同治疗,要么离婚,程明安并不想离婚,但她也不想检查,或许她对我还是有那么一点感情。 毕竟养条狗,几年了也会有感情呢。 一开始她不松口,我们开始吵架,婆婆知道后,巴布的我赶紧离婚滚蛋。 我知道她已经怂恿过程明安好几次离婚,无尽的争吵,让我的心逐渐冷却,变得坚硬。 这一次,我态度坚决,不检查就离婚。 程明安只好不情不愿地去医院做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 程明安精子畸形率百分之一百,完全无法让人正常受孕。 结果一出来,我和她都愣住了。 从结果上看,很明显是程明安的原因导致我们没有生育,回想起之前遭遇的种种。 我的内心百感焦急,程明安没说什么,看得出她受到极大的打击。 原本受尽委屈的,我想讽刺两句,可看到她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又把话收回肚子,毕竟程明安已经生病了,不该伤口撒盐。 想到此处,我忽然愣住,之前以为我生病了,不能生孩子。 程家人处处讥讽,好像我犯了什么大罪。 我当时内心愧疚,虽然痛苦,却也觉得他们的态度情有可原。 轮到程明安了,看到她痛苦的模样,我竟会不忍心苛责她。 那么,当初程明安,公公。 婆婆也该知道我难受,为何却能毫不留情地讥讽我? 厌恶我,程明安也该知道我痛苦,为何会冷漠一对? 我一没在外面乱搞,二没伤害成家,三非自愿得病。 我是最痛苦的那个人啊,他们为什么那样对我? 有些事情,只有把立场颠倒再经历一遍,才能懂得其中的滋味。 之前吵架吵得厉害时,我没想离婚,最终迫不得已提出离婚, 也是怀着我不能耽误她的想法。 可现在,我却真的想离婚了,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 在我最痛苦无助的时刻,那个口口声声说, 爱我的人并没站在我身边,还以我不能生为由, 和她的家人一起,吐我,开车回家,一路无言, 刚进别墅大门,婆婆竟然没出去打牌, 而是在家里,看到我们回来便疑惑道, 明安,你怎么回来了? 婆婆反对程明安做检查, 坚信她的儿子没问题, 今天我们是偷偷出去的。 程明安魂不守舍,一言不发地上楼, 婆婆在她那里碰壁, 转头就把气撒在我身上, 声音严厉道,你们干嘛去了? 我也不想说话,默默地上楼, 婆婆没想到我居然也不理她, 骂了一句,一个不下蛋的母鸡, 居然敢在我面前逞微风, 她无数次在我面前骂不下蛋的母鸡, 这次我已经打定主意离婚, 自然不会和她客气, 从楼梯走下来, 将包包里的检查报告单甩到她脚下, 到底谁不会下蛋? 自己看,婆婆当时愣住了, 似乎没想过我会反抗, 气得浑身发抖, 反了你,我冷笑道, 妈,我让你看报告, 看完了再说好吗? 婆婆忍住气, 捡起地上的报告单, 快速看了一下, 脸色渐渐变得铁青, 这这,这是不是弄错了呀? 怎么可能呢? 我踩着高跟鞋, 缓缓走到她身边, 居高临下地审视她惊慌的神色, 声音平静地说道, 很多女人都有巧囊, 她们都怀孕了, 今天的检查报告说明, 我们没有孩子的根本原因, 在成名安的精子百分之百畸形, 婆婆的脸色, 煞世间变得特别精彩, 这个老太婆, 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怂恿成名安, 和我离婚不说, 甚至偷偷在外面给成名安相亲, 之前我一直认为是自己的错, 明知道他们这样, 却只能默默忍受, 现在才觉得自己好傻, 原来, 我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洗脑, 就算我病了生不出孩子又如何, 是我自愿的吗? 是我出轨乱搞遭报应吗? 没有, 如果真生不出, 我自己都会离开, 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欣赏片刻她清清白白的脸色片刻? 我好征以侠地说, 即便您再换个儿媳妇, 也生不出孩子, 不可能, 一定是医院搞错了, 明安, 婆婆急急忙忙地拿着报告上二楼找成名安, 我走到底楼, 感慨良多, 然后让阿姨给我对一益中燕窝, 以前在家里没底气, 不敢吃穿, 如今, 我得改了这毛病。 不知道婆婆和成名安如何交谈的, 他们俩从二楼下来时, 婆婆态度好了很多, 成名安似乎也恢复了, 她说, 我明天再换家医院, 看来两人都不死心, 可是我不想再跟她纠缠了, 等他们坐下, 我冷冷道, 成名安, 我们离婚吧, 成名安很吃惊地抬头, 千千, 为什么要离婚? 我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离婚吗? 我同意了, 婆婆一下子站起身, 赶紧说, 没有的事, 好端端地说什么离婚啊, 我明明纯, 望着她, 我是止不下蛋的母鸡呢, 婆婆一下子没了声音, 过了一会儿才道, 千千,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承认对你态度不好, 我向道歉行吗? 终于能听到她道歉了, 我委屈地红了眼, 妈,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婆婆惭愧地道歉, 说不该冤枉我, 千千啊, 都是我的错, 以后这家里都有你做主, 你之前不是想要辆车吗? 我给你买, 你别和明安闹离婚行步, 我是不好, 但是明安一直站在你那边的呀, 程明安也向我道歉, 说之前压力太大, 态度不好, 可我的心已经不再炽热, 当初在深圳的时候, 她和周立青复合, 我的心冷过一次, 大学毕业后, 周立青又和她复合, 我的心又凉过一次,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事不过三, 大约是冥冥中定下的道理, 我从高中就喜欢她, 这些年也只喜欢她, 我的青春和满腔爱恋给了她, 就连第一次也给了她, 她一次次摧毁我的爱, 我的纯真, 让我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 她摧毁了那个爱她的, 心里只有她的少女, 让我彻底蜕变成一个全心为自己打算的女人, 第二天, 我陪她去医院检查, 这次婆婆也在场, 依旧走加急检验, 等结果出来, 一样的, 百分之百畸形, 从医院出来, 婆婆对我态度更好了, 带着我去看车, 其实, 我并没有多喜欢车, 之前提出想要车, 也只是为了上班方便一点, 现在为了这些破事, 我工作都辞了, 要车有什么用呢, 但我也没有拒绝, 这样轻易地放过他们, 怎么对得起自己,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之后在家里, 我明显地感觉到, 成家人对我的态度发生极大变化, 我不用做饭做家务了, 婆婆也开始话里话外夸我好, 说我孝顺, 我依旧向程明安提出离婚, 她不敢置信, 红着眼睛问我, 千千, 你要抛弃我吗? 我说, 是你们先要抛弃我的, 不是吗? 程明安急切解释, 你当初提离婚, 我没答应啊? 是, 你没答应, 我点头, 可你也只是不答应离婚, 你一直都知道, 你妈如何羞辱我, 折磨我, 却视而不见, 回来冲我发脾气白脸色, 你以为我是木头人没感觉吗? 你经常找理由出差, 不就是嫌弃我, 你当真我是傻的, 程明安, 如果不是我逼着你去检查, 不能生育这个帽子会一直扣在我身上, 你真能不和我离婚, 程明安一下子沉默, 我欺然笑道, 我们早晚会分开, 毕竟, 我是不下蛋的母鸡嘛, 你现在挽留, 只是因为现在不能生的人是你, 我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你能嫌弃我, 我怎么就不能嫌弃你, 程明安痛苦地捂住脑袋, 说, 千千, 对不起, 可是, 程明安, 已经晚了, 当天我收拾好东西回了娘家, 我不想再心软了, 在车上接到婆婆的电话, 是她求我保守秘密, 别把程明安的事情说出去, 我啪的一声挂了她的电话, 我本就不是多嘴多舌的人, 也不打算把此事昭告天下, 回到娘家, 程明安已经打了十来个电话, 我直接把她拉黑了, 爸妈看到我回来很疑惑, 我说了离婚的事, 他们不同意, 他们坐在沙发里, 和我讲道理, 说我不能生, 离婚了更不好找第二春, 不如就在成家待着, 好可笑呀, 结婚前, 我是他们的好女儿, 为什么结婚之后, 一切都变了呢, 我在婆家受了委屈, 他们让我忍, 现在事情明朗了, 不是我的问题, 他们却还是不愿意让我离婚, 我知道, 在他们的眼里, 程明安是一个好女婿, 家里有什么事找她, 她都出力了, 如果不是我一直不能怀孕, 我们会一直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刚巧我上高中的弟弟放学回家, 爸妈立即笑脸相迎,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 我是独生女的时候, 他们很爱我, 后来有了弟弟, 爸妈就渐渐偏心, 他们也不是虐待我了, 只是没有从前那么上心了, 把我跟弟弟放在一起, 他们会不自觉忽略我, 弟弟出生的时候, 我才六年级, 正是我最敏感的年纪, 他们的转变, 刺痛了我的心, 他们说, 家里的财产以后都是弟弟的, 我是女儿, 以后会嫁到别人家去享受生活, 他们在我上学的时候, 对我没有太多的要求, 都说只要快乐就好, 我知道他们不是不爱我, 只是比起我, 他们更重视弟弟, 女孩, 注定被他们忽视, 因为知道长大了, 可能身不由己, 所以喜欢得格外认真, 格外珍惜, 哪怕他一次次伤害我, 都会原谅他, 今天我和父母说要离婚, 他们和我谈合作的时候, 我就像那天在医院里顿悟一样, 再次顿悟, 原来, 女孩子嫁了人, 是真的没有家了, 晚上我反复在网上查资料, 看别人的故事, 哭得稀里哗啦, 程明安开始求我回家, 父母也赶我走, 我擦干眼泪, 熬了几天, 跟着程明安回程家, 这几天里, 我看了很多故事, 咨询过很多人, 上学时候都没这么认真, 我是个聪明的人, 以前不愿意奋斗, 而现在所有人都逼我, 我选择奋斗, 和所有人斗, 车上, 我问他, 你真不想离婚, 他说是, 我又问, 你真爱我, 他深情地说, 千千, 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 我笑了, 说, 口头的爱有什么用, 说一万点爱我, 还不如做点实际的, 他立即说, 千千, 你要我怎么证明呢, 我说, 把房子过户给我, 他停下车, 为难道, 爸妈, 不会同意的, 我, 我知道, 刚才只是测试一下, 你看, 你连争取都没有, 就直接否认了,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 千千, 我有套小公寓, 我把那套卖了, 在添歇前, 以你的名义买套房吧, 我说, 好啊, 我决定不离婚了, 我要把婚姻当成一门生意, 或许是愧疚了, 成明安的动作很快, 我爱他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给我, 当我不爱他了, 他却愿意给了, 都是贱的, 买房这件事做得隐秘, 只有我们俩知道, 既然已经明确不能生育的原因, 在医生的建议下做试管婴儿, 可明明是成明安有问题, 做试管受罪的却是我, 我不同意, 成明安也不服气, 自己真不能自然生育, 不愿做试管, 只有婆婆大概打听到了什么消息, 百般催促我们, 当初他用不能生打击我, 侮辱我, 那么我今天也要奉还给他, 你儿子不能生, 为什么要让我受罪呢? 我说, 做试管太遭罪了, 我不做, 婆婆很着急, 可你们总不能没孩子啊, 我说, 明安自己还想试试, 反正我们还年轻嘛, 婆婆又跑去找成明安, 最终无奈答应, 这一年, 婆婆对我和颜悦色, 只要不是过分的要求, 我都答应, 这一年, 我重新去上班了, 忙得脚步点地, 我生活的重心, 不再是成明安了, 成明安想和我办事, 我经常以加班为由拒绝他, 他说, 千千, 你好忙啊, 我冷笑着说, 当初我天天待在家里, 你不也很忙吗? 经常出差呢, 怎么知道味道不好受, 他无法回答, 只能说, 对不起, 千千, 这一年里, 成明安表现得特别好, 在我28岁生日那天, 他给我过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生日, 那是20岁的我最期待的, 如今我却不在意了, 我并没有特别感动, 但我看多了他人的爱情之后, 也知道神仙爱情很少, 大多貌合神离, 成明安至少是我的初恋,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他对我很好, 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所以我打算真和他生个孩子, 但我不能自己表达, 既然当初他们那般羞辱我, 我也要用此让他们付出代价, 果然, 半年后, 我们依旧没怀孕, 成明安彻底死心, 婆婆已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他又找我提升孩子的事, 我好整以暇地告诉他, 妈, 再等等妈, 人家三十岁的没结婚的一大把, 我们急什么, 婆婆无奈说, 只要你肯去做市馆, 想干什么都行, 我笑了, 真的, 婆婆咬咬牙说, 对, 我说, 妈, 别这么见外, 想想看, 这些年我都对外说是, 我的原因不能生, 一点也没抹明安的面子呢, 婆婆皱眉, 你想如何, 我说, 把这套房过户给我, 婆婆立即拒绝, 不行, 我就知道, 成家人说着, 爱我, 喜欢我, 尊重我, 把我当家人, 但在他们的心里, 我始终是外人, 他们之前的嘴脸, 我永远也忘不掉, 他们越是如此, 我越是要, 就要让他们肉痛, 明白我不是好惹的, 我起身, 那就算了, 婆婆气得冒火, 立马打电话给成明安, 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成明安晚上, 对我说, 签签, 给钱可以, 这套房不行, 成明安说得委婉, 我也听得明白, 点头说好, 你看, 我们真把婚姻当成生意来做了, 女人为爱结婚吃亏, 把结婚当生意来做, 却是赚的, 真是讽刺, 我也并非一定要他们的钱, 本就为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婆婆也不是好惹的, 她警告我, 要拿这两千万, 必须生下儿子, 我笑着说, 那可保证不了, 婆婆说, 泰国那边可以筛选性别, 我淡淡地道, 到时候再看吧, 如果你不给我, 那我和你儿子离婚了, 我就告诉别人, 是你儿子没法生育, 你, 婆婆气得浑身发抖, 我现在懒得和他装婆媳友好, 你不待见我, 我也不会待见你, 咱们井水不泛河水, 你若找茬,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毕竟, 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 终于谈好, 我和成明安去了一趟泰国, 回来的时候, 肚子里已经有了个小生命, 想要孩子的原因很复杂, 不仅仅是因为婆婆逼得紧, 我自己也想要一个孩子, 我已经不求爱情, 只想要个孩子, 至于为什么要和成明安生孩子, 后来我自己深思, 应该是对他有感情, 如果只是为了钱, 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女人比不过男人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感情上, 不容易放下, 男人绝情是真的绝情, 女人容易黏糊, 女人说分手, 可能并不真想分, 男人说分手, 说到做到, 去泰国之前, 我已经让婆婆把钱打到我的户头, 该要的我一样, 不会少, 但我在泰国坐室馆时坚持不选性别, 看老天爷的意思, 成明安很犹豫, 千千, 如果不是男孩, 爸妈可能不会同意, 我笑了笑, 成明安, 你自己想要男孩, 别老拿你爸妈做挡箭牌了, 你的精子畸形率高, 真要筛选, 有没有胚胎, 可就不好说了, 陪你坐一次试管就够了, 第二次你就别想了, 成明安沉默片刻, 说, 好, 千千, 都依你, 回来我就开始养胎, 我不奢求爱情亲情, 所以我把所有的感情, 都倾注到肚里的孩子身上, 一家人都围着我转, 盼望着孩子的出生, 成明安欣喜若狂, 天天回家陪我, 这让我再次感受到, 原来他并非忙得经常出差, 原来他也可以天天回家的, 大学时候, 每周都是我去找他, 做他的好兄弟, 大学毕业, 我们在一起, 也是我主动找他多, 结婚后, 我在家里等他, 他经常出差, 假如他一如既往, 说不定我没有感觉, 可他现在天天回家了, 我却难以接受, 更让我难受的是, 他天天回家的原因是孩子, 不是我, 孩子出生了, 是个可爱的女儿, 公公婆婆得到消息, 满脸晦气, 站在产房外面第一句话就说, 再生一个吧, 我是剖腹产, 麻药过后, 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难受得要死, 婆婆觉得他这么低声下气, 还给我打了钱, 最后只剩下一个孙女儿, 太亏了, 一直在旁边碎碎念, 她都不避讳人的, 也不管我有多难受, 在病房里嫌弃我女儿, 成名哀又开始忙了, 我生产之后, 她只来看过我一次, 在我坐月子的期间, 婆婆根本不管我, 每天都只匆匆来看我一面, 话里话外都是嫌弃我的女儿, 我看着跟我同病房的新手妈妈, 她也生了女儿, 但她的公婆, 父母和丈夫, 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这间病房永远都是热热闹闹的, 冷清的就只有我这里, 我看着隔壁的丈夫, 手脚笨拙地抱着自己的女儿, 笑意盈盈地跟自己的妻子, 讨论女儿的名字, 那一刻, 我感觉成名哀的存在真的很多余, 原本我想着把成名哀的婚姻当成生意, 就此合作过一辈子, 可当看到女儿柔软的小脸, 公公婆婆嫌弃的眼神, 以及成名哀的冷淡, 我忽然涌起决心, 离婚, 因为我明白, 我的女儿不受欢迎, 再成家一天, 就要受到成家的厌恶, 我不允许她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长大, 像我一样, 但我现在身体很弱, 暂时收起离婚的心思, 我在心里盘算手里的资产, 除了之前买的那套房, 我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存款, 另外还有婆婆为了让我生孩子, 给我的转的钱, 这些钱不少, 让我有足够的底气, 在女儿上幼儿园之前不工作, 专心照顾女儿, 很多女人都是孩子上幼儿园才离婚, 因为三岁前的孩子太难伺候, 经济压力大, 孩子太小, 娘家显然容不下我, 我不能带回去, 只能等孩子大一点再走, 我不想等太久, 三岁已经认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了, 有可能记事, 到时候分开, 孩子会伤心的, 我一直在找时机提离婚, 但我没想到, 成明安会给我一个大惊喜, 女儿迎应周岁的时候, 时机来了, 迎迎办周岁宴的前一天, 我收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面的人说她是周立青, 怀了成明安的孩子, 想和我聊聊, 我听她说的一本正经, 抬头看了一眼, 正在一脸慈爱的逗孩子的成明安, 淡淡地笑了, 有意思, 我欣然赴约, 在咖啡馆里见到了周立青, 她的模样已经不再年轻鲜嫩, 打扮却一如当年, 非常直, 白净不上胭脂的脸, 一身棉布长裙, 文艺又纯洁, 我开门见山地问她, 你真怀孕了? 周立青从卡座里站起身, 故意把宽松的棉布裙子勒住, 炫耀她五个月大的肚子, 我, 真是成明安的孩子, 周立青骄傲汗手, 是, 我, 捡到一个垃圾, 有什么骄傲的, 周立青脸色微变, 紧紧捂住肚子道, 我是孕妇, 你不能打我, 我想, 这女人真能忍, 等到五个月大才上门挑衅,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一点也没生气, 毕竟我早就在找机会提离婚了,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周立青说, 一年前, 她炫耀式地告诉我, 早在一年前, 她回C城约成明安的晚上, 他们就上了床, 此后陆陆续续在一起, 最近不小心怀孕了才上门, 我算了算时间, 发现居然是成明安查出不孕后不久, 和周立青稿上了, 就连我怀孕的时候, 她也和周立青在一起, 难怪我生孩子的时候, 一直看不到周明安的身影, 成明安还是不死心吧, 那么快和周立青在一起, 估计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行, 牛的种子不好, 万一是甜不对呢, 换块甜, 说不定有别的收获, 我不知道她除了周立青, 还有没有换别的甜耕耘, 第一次, 我感觉这个人恶心地让人想吐, 周立青絮絮叨叨说她和成明安恩爱的内容, 还说, 成明安一直爱的是我, 应该是我汉手, 懂她的优越感, 你是她的初恋, 她一直喜欢你, 大学时候你找她复合, 她二话不说就复合了, 后来大学毕业, 你回C城, 她又和你复合了, 后来因为意见不合, 你要去北京, 她不想去, 于是就分开了, 我呢, 一直是她的备胎, 现在你又要找她复合, 可她结婚了, 我又成了你们的阻碍, 周立青摇摇唇, 一脸无辜, 千千, 你别恨我, 这要算起来, 你才是我们中间的第三者, 我要被她的言论气笑, 我和成明安领正结婚生孩子, 我是第三者, 周立青还是那副无辜的样子, 感情里面,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我懒得和她讨论感情的事情, 冷笑道,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不怕就算嫁给成明安, 哪天又有小姑娘像你一样, 挺着肚子冒出来说和成明安是真爱, 那你愿不愿意退位啊? 不会的, 周立青急忙否认, 我和明安分分合合多年, 现在才知道,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我说, 周立青, 你好歹也是研究生, 在北京混了几年, 结果就这, 你看看你, 白莲花, 绿茶婊, 恶不恶心, 周立青生气了, 赵千千, 你又比我好到哪里去呢? 趁着我和明安分手, 假装兄弟接近明安, 趁虚而入, 破坏我们的感情, 你就是个汉子婊, 兄弟婊, 我微笑, 哦, 你也知道, 你和成明安分手了呀, 听你一通说辞, 活像你们当年没分手, 我就在成明安身边当兄弟了呢, 周立青无法反驳, 今天挺度上门, 就意味着私逼, 不再和我吵, 说, 千千, 你离婚吧, 我托人查过了, 是个男孩, 你不能生儿子, 就让位吧, 趁着年轻, 还能找下家, 我望着他白皙的容颜, 感慨地说, 你真的给研究生抹黑, 浪费了教育资源, 不想着好好工作, 却做出这些不道德的事情, 还以生儿子为荣, 大亲亡了, 你早点醒醒吧, 周立青恼羞成怒, 我是好心提醒你, 以后走着瞧, 慢着, 我叫住他, 你知道, 为什么我和成明安结婚五年, 快三十岁才生了孩子, 他说得一脸得意, 成明安说了, 你怀孕困难, 我又笑了,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 他精子畸形率百分之百, 我才会怀孕困难, 他根本不能让人正常怀孕, 我的女儿, 是试管婴儿, 周立青的脸色当场煞白, 瞳孔震惊, 我欣赏片刻他的震惊脸色, 笑道, 骗你的, 看你脸色, 应该除了成明安, 还有别的男人, 这个孩子, 你自己都不确定是成明安的, 就是他的, 我算过时间, 周立青愤怒不已, 头也不回地离开, 回到家, 别墅里已经来了不少宾客, 我没找成明安质问, 而是静止去找了婆婆, 将婆婆叫到屁静处, 把偷拍的视频拿给她看, 周立青那个蠢女人, 以为我真拿她没法吗? 我不止录了视频, 还录了音, 婆婆和我关系不冷不热, 一旦得知儿子外面有孩子, 肯定会心急地让我滚蛋, 这会减少我离婚的阻力, 即便检查过两次, 即便我已经坐了试管, 婆婆依旧不死心, 就如成明安一样, 妄想着能自然受孕, 有次我偷听到婆婆和人打电话, 说我身体一堆毛病, 没准换个人有机会受孕呢? 婆婆看完视频, 脸色怪异, 妈, 怎么说? 我问她, 婆婆当即道, 男人都会犯错, 有钱人家的男人更如此, 她能说出这种话, 我丝毫不意外, 我故意装着痛苦的模样, 周立青肚子五个月大了, 我要离婚, 你们都欺负我, 婆婆假意安抚, 我装作悲愤欲绝, 跑出去见成明安, 把视频拿给她看, 她脸色煞白, 不断地道歉, 离婚吧, 我冷冷地扔下一句话, 成明安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千千, 我真错了, 当时我看到报告心情不好, 喝了很多酒, 就, 就试试, 能不能让周立青怀孕, 我哭着说, 恭喜你, 周立青怀孕了, 五个月, 我故意和她在阳台上吵得很大声, 今天女儿周岁, 两家亲戚都来了不少人, 自然听到了, 我和她的吵闹, 已经心动, 加上我居然不识时务, 在宴会上闹, 让她们大失颜面, 于是强烈要求我和成明安结婚, 套用婆婆的话说, 即便坐室管, 也有的是女人愿意坐, 我在宴会上大闹, 亲生爸妈也在场, 那么多人看到我被人欺负, 他们就算想要稀释宁人, 也要考虑影响, 哪怕他们心里不高兴, 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面子, 只能站在我这边, 同意我离婚, 于是我利用周立青, 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 也让娘家不会成为我离婚的绊脚石, 更有了名正言顺离婚的理由, 成明安找过我很多次, 最终我终于见了她, 她很憔悴, 看得出受了不少折磨, 都是自找的, 她说, 千千, 跟我走吧, 我不离婚, 我说, 首先, 你对不起我, 我没必要再委屈我自己, 其次, 即便我跟你回去, 你爸妈会同意吗? 你能抗衡你爸妈? 他痛苦地抱住头, 无法回答我, 成明安, 我们完了, 再也回不去了, 我决绝离开, 成明安没有来找我, 过了一阵, 他打电话同意离婚, 商讨离婚事宜, 既然要离婚, 那就涉及财产分割, 知道婆家有多绝情, 谈离婚时就知道了, 一旦涉及财产, 所有人都面目可憎, 我不怕别人说我面目可憎, 这事到, 只有钱才不会被判, 何况我是受害者, 理应要求补偿, 成明安还算有点良心, 要补偿我, 但公婆不同意, 当他们得知, 成明安已经卖了公寓, 给我买了房, 气得浑身发抖, 骂我是贪图钱财的老女, 我冷笑道, 所以, 在你们心中, 只有不要彩礼, 倒贴你们家, 在家里做牛做马, 受尽你们侮辱, 忍受你们儿子出轨生子, 才不叫捞女, 成明安背叛我, 我让他净身出户, 这就叫捞女了, 既然已经撕破脸, 我不捞一把, 对不起这群贱人, 我直接将平板打开, 拿给他们看, 里面是成明安的检查报告, 还有成明安出轨的视频, 道歉的音频, 如果不接受我的条件也可以, 这些东西, 可能也要公之于众了, 你们成家好不容易爬起来, 不会又想跌落尘埃吧, 成家人看了证据, 面色震惊, 仿佛我是一个穷凶极恶, 阴险狡诈的女人, 公公沉着脸发话, 你想要多少钱, 我要带女儿走, 成明安静身出户, 公公阴沉着脸说, 好,最终, 我带着女儿, 以及离婚后分得的财产, 离开了成家, 回到娘家, 爸妈在我面前天天念叨, 她觉得我跟成明安离婚, 是一件让人丢脸的事情, 虽然成明安犯了错, 但我也不该闹得那么僵, 女人嘛, 对这些事忍一忍就过去了, 当天我便默默地离开娘家住了酒店, 请人看女儿, 并且一个人处理所有事情, 看, 这世上没有谁不能独自存活, 我和成明安离婚的时候闹得极大, 就连800年不来往的同学都知道了, 尤其是高中同学, 有些人是真关心我, 有些人纯粹看笑话, 跟我汇报周立青入住成家, 这些都与我无关了, 那天周立青找我, 我故意说出事管婴儿的事, 她的反应耐人寻味, 可惜成家不知道, 我也装着不知道, 也不知周立青哪里来的胆子, 敢鱼目混珠, 后来我才知道, 周立青跟了成明安很久, 中途我怀孕的时候, 成明安和他断了, 他去找了别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他在北京认识的男友, 只有成明安把他当成绝世宝贝, 以周立青的姿色, 家世, 能力, 在竞争激烈的北京, 只能找个和他一般的男人, 可惜他看不上, 所以他才会找成明安复合, 周立青和那个男人待过一晚, 而那个月他经常和成明安过夜, 所以他认为孩子大概率是成明安的, 笑死我了, 他和成明安一年都没怀孕, 怎么可能一个月就怀孕, 可惜他的贪婪让他心存妄想, 又迫切地想要赶走我, 才会怀着侥幸心理挺度逼宫, 如今算是得偿所愿吧, 可惜, 我那婆婆绝不是省油的灯, 孩子一出生, 他肯定会做亲子鉴定, 到时候一定好看, 很快, 周立青生下孩子, 前婆婆和成明安去做亲子鉴定那天, 我带着盈盈去医院做检查, 正好看到了周立青, 当时成明安和他妈去做亲子鉴定了, 病房里只有周立青一个人和护工, 我想我也该送周立青一个礼物, 见到我, 周立青脸色煞白, 你来做什么, 我优雅地笑道, 听说你生了孩子, 特意来看你呀, 我不需要你看我, 你走, 周立青激动地喊, 正在这时, 成明安和他妈冲进病房, 他妈看都不看我, 风一样冲进来, 狠狠扇了周立青一巴掌, 大吼道, 贱人, 你敢骗我们, 周立青被打懵了, 捂着脸说, 妈, 成明安也面色阴沉地走进来, 站在旁边一言不发, 任由他妈发狂般抓着他的头发使劲打脸, 我在一旁用针孔摄像头拍视频, 周立青哭喊不已, 此事惊动了护士和周围的病人家属, 护士冲进来阻止他, 还说要报警, 他妈气得要死, 推开拦住他的护士吼道, 他生的儿子根本不是我家的, 他是个贱人, 是只鸡, 和别人乱搞怀孕, 还说是我们家的, 他这么一吼, 护士面面相去, 理解了他的愤怒, 前婆婆又冲上去殴打周立青, 周立青头发都被揪下一大把, 脸也被打肿了, 成明安这才注意到我, 生气道, 你来看我笑话吗? 滚, 我笑咪咪地说, 恭喜啊, 喜当爹, 提着包包出门, 然后将视频交给认识的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 让他剪辑出最开始前婆婆打人的视频, 却没放后面他说明真相的部分, 然后取个标题, 惊, 婆婆殴打刚生孩子的儿媳妇, 视频剪辑出来后, 我迅速买了许多营销号推这个视频, 这种隐战的视频, 本身就极容易惹人注意, 毕竟, 婆婆殴打刚生孩子的儿媳妇, 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几个小时, 视频便窜上热搜, 周立青和前婆婆彻底火了, 这时候, 网上的舆论开始发酵, 一面倒得谴责婆婆是个狠毒的老女人, 怎么可以苛待儿媳妇? 还有, 儿媳妇的老公, 为什么一动也不动, 前婆婆和成明安被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人帮忙报警, 连警察都来了, 高中同学群里, 讨论的热火朝天, 一半人在同情周立青, 还有一半人在说他小三上尉活该, 我静悄悄地什么话也没说, 然后网上先扒出周立青是小三上尉, 还把他在北京勾搭男人的事也全扒了出来, 说他被打活该, 接着, 有医院护士透露, 周立青被殴打, 是因为生出来的孩子是野种, 这下子, 全网沸腾了, 周立青从被同情的对象,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贱人, 网友就是这样, 一旦发现他们同情错了人, 反噬起来会更厉害, 这种全网黑的牌面, 连流量明星都比不上, 周立青估计要载入史册, 周立青被成家折磨得要死要活, 鱼死网破, 喊出成明安不孕的事情, 说成明安骗他, 他想把舆论引导到自己这边, 互泼脏水, 两方丝的裤衩横飞, 这场戏越闹越大, 精彩分成, 周立青一夜情的男人, 直到他脚踏两条船, 还跑去成家上尉, 早就闹掰了, 根本不愿意帮他, 也不愿意任那个私生子, 说那孩子是野种, 强倒众人推, 以前被周立青得罪过的人, 全都冒出来, 说他之前干过什么事, 绿茶婊, 很恶心, 总之, 他成了人人喊打的小三和绿茶婊, 且人人都知道他跟过几个男人, 还有个孩子脱累, 想找下家都没法找, 他已经三十岁了, 青春不再, 又不是多漂亮, 拼死一搏, 结果葬送了所有前程, 成明安不孕的事情被周立青捅破, 成明安恨毒了他, 他不孕的事情昭告天下后,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一律回答不是, 我说我们有个女儿, 成明安和婆婆几斤几两我清楚, 但我知道公共心够狠, 这种人还是别把他逼急了, 为了女儿, 我不能冒险, 他们的事情纷纷扬扬, 自然有记者采访我, 我统统回答, 婆婆带我很好, 成明安也带我很好, 婆婆不会打我, 她都不骂人的, 我们分开的原因是性格不合, 鬼都知道我和成明安离婚, 是因为小三差足, 现在却说性格不合, 分明说谎, 那之前的婆婆带我很好的话, 估计也是谎言, 网友们这么聪明, 肯定不会信的,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公公婆婆成明安也拿我没法, 毕竟我遵照协议, 没说过他们一句坏话, 在我的引导下, 网友们发现, 成家居然和以前体制内 某个被搁置的领导关系肥浅, 且以前犯过事, 现在为何又崛起了, 查, 必须查, 成明安又来找我, 说想看女儿, 我让她进屋, 我不能真让女儿没有爸爸, 那太自私了, 事实上, 我已经在后悔生下她, 当初婚姻已经变成冷开水, 已经在闹离婚, 为什么最后要生孩子呢, 让孩子生下来就面临父母的分离, 无法给他完整的家, 这是我做得最错的一件事, 不过我这辈子都会认真地疼爱她, 大概这就是婚姻的真相吧, 好多夫妻吵架斗殴, 感情不合, 最终还是生了孩子, 连二胎都有了, 因为感情的事, 琐碎的事, 在婚姻里如海浪涌动, 让人情绪和观点千变万化, 有时候没想清楚, 有时候头脑一热, 有时候感情忽然变好, 有时候感情忽然变冷, 成名安成熟了很多, 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得出来, 我相信她如果再遇到深爱的女人, 一定谨慎且尊重, 绝不会再犯以前的错误, 我在遇到喜欢的人, 也不会一股脑地投入, 一定会方方面面考虑, 大概这就是成长吧, 据说男人成熟得比较晚, 三十多岁, 经过事后, 的确该成熟了, 成名安每个周来一次, 她知道我不喜欢她来, 所以保持着距离, 她也没说复合的话, 因为知道我不会答应, 我想起当初我们结婚, 那时候多么相爱, 真心实意地认为会过一辈子, 我相信她当时也是如此坚信的, 可惜最后却一地鸡毛, 闹得天翻地覆, 如今又各自归于平静, 果然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这话真没错, 在后来, 成家又被举报, 又被查, 他们的生意是彻底做不下去了, 成名安狠心离开她爸妈, 去了上海, 临走前, 见我和女儿最后一面, 她问, 千千, 假如我诚心改过, 东山再起, 我们还有可能吗? 我摇摇头, 她落寞地转身离去, 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很久以后, 我又遇到喜欢的人, 和成名安的事, 如风散去。 我怀疑, 我认为, 我后来, 我诚心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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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诚心改过,